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床下的罪恶 第四集 拖乱反正 在江玉珍与金大叔的谈话中 老气妈的儿子苏小狗浮出了水面 丁小军把最新进展告诉乔丽娜后 两人一同赶往苏小狗的家 同志 你们找谁啊 你好啊 请问这里是苏小狗的家吗 是 是苏家 家里怎么没有人呢 他家里人都奔丧去了 那苏小狗也去奔丧了 小狗 前面来的就是 小狗 你家来客人了 怎么 他一见你们就逃了 苏小狗 站住 小小 出去 妹夫 你准备坐几天到场啊 三天三夜 好好好 诶 娟欢呢 叫娟欢来磕头呀 哦 爸 诶 娟欢来了 嗯 爸 将快起来 这一万块是他送的礼 什么 不要他送礼 娟欢 把钱还给他 老朵 你来了 狐狸精 我妹妹不送你的香 不送你的礼 你给我还 要滚的礼 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画脚的 是你杀害了我妹妹 你这个狐狸精 八零三哪 八零三哪 叫八零三把他抓走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 好了好了 我告诉你爸 八零三抓你儿子去了 什么 司机 快快快 我说 后面的警车是不是追你了 还不是追我的 我家鸡妈给人给杀了 我急着奔丧去了 知道吗 快快快 知道了 知道了 司机 你怎么停车了 开啊 既然不是追你的 我们就让一让警车吧 你 怎么 不坐车 别躺 孙小狗 站住 站住 站住你 你们追我干什么 你逃跑干什么 你们是哪一路的 摔了一路的 我们是刑警八零三 八零三 你们要拒捕我吗 上警车 上车可以啊 那你们先出示那个拘捕证 我们是传训你 传训 那我现在没空 我要去奔丧 苏小狗 你是公民 请你配合我们的侦查 好啊 我配合 那去哪儿 那 去八零三 去当地的警察署也可以 你选择 那 去警署吧 好 走 姓名 苏小狗 严厉 十七 请你老师回答问题 你怎么知道我不老师 你脸上的刀疤是哪儿来的 哼 为朋友两肋插刀 小意思 可我最近又没犯事 哼 苏小狗 你的口袋很古啊 哼 妈妈呼呼 喂 口袋里装的什么 能不能告诉我 我的口袋只会装钱 不会装草纸的 哼 是吗 钱 这么多 嘿嘿 不多不多 也只有五六千而已 嘿 喂 哪来的 不是偷的 也不是抢的 那是赌博赢的咯 无可奉告 有本事 你们去查呀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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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饭再走吧 不了 肠里要有人照顾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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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零三真的去找苏小狗了 是啊 我干嘛要说谎啊 诶 跟你说啊 养鱼的金大叔 看到苏小狗 二十四号早上 到你们家去过 诶 诶 金大叔还说 见到过谁了 嗯 还有阿毛 还有娟花 还有吗 还有你 诶 诶 二十四号早上 我在青浦 好了好了 别人不知道 还瞒得过我啊 你 你不信你缺我们青浦的朋友啊 你一夜麻将 输了四五万 早上赶到家 拿了存单 从银行里取了钱 又赶到青浦 想翻本 你和青浦的朋友 创好了口供 但是他们瞒天瞒地 不会瞒我呀 傻瓜 我也不是有心要瞒你 我是害怕把自己 牵进这个案子当中去 他说不清道不明啊 诶 强生 你是不是为了我 杀害了军花妈 你 你说什么呢你 我活得好好的找死啊 哼 量你有这个心 也没这个胆 诶 诶 弄不好 真是狗子杀了军花妈 嗯 苏小狗 半个多小时了 你一声不响 我再问你一遍 二十四号早上 你到过哪里 是 你气什么气啊 过一天是一天 过了今天 我早就忘了昨天了 苏小狗 你以为只要不开口 神仙难下手是吧 啊 苏小狗 你们家里 杀了一只羊是吗 嘿 哎 我们家不能杀羊啊 那羊腿 是你处理的了 谁告诉你的 谁告诉我的不重要 是不是你处理的 你把他送到哪去了 唉 我就知道 到了你们手里 迟早都要开口的 行 先让我抽抽烟 哎 不行 年纪轻轻的 还没成年呢 你抽抽烟 正好 我烟烟也上来了 来 苏小狗 我陪你到外面 去抽一只 嘿 哎 冰警官 还是你聪明 哎 我知道 你们管这叫 人性化侦查 是吧 你知道的还不少吗 来来来 给你一个烟 哎呦 红霜喜啊 当警官收入不高啊 还是抽我的吧 嗯 给你 软中华 嘿 苏小狗 你可真酷啊 没钱的时候 也抽大钱门 牡丹什么的 有时候 还捡人家烟屁股呢 哎 最近在哪发财啊 那是 瞎有瞎路 蟹有蟹路 不偷不抢不赌 啊 这钱的来路啊 你不说我也知道 警官 我能接手机吗 啊 当然 哎 要不要我回避一下 哎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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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喂 哎 妈 哎 是小孔啊 你在哪啊 哎呀 你赶快来奔丧啊 你老姬妈活着的时候 对你啊 比亲儿子还要好 你又静秀的 快点过来 来磕头啊 哎 我一时半会儿过不来 哎呀 你为什么过不来啊 小狗啊 哎 你是不是 被803抓了 哎呀 什么抓了 是船血 你刚搞清楚好不好 哦 好好 哎 你等等 李姬爹跟你说话啊 哎 洗了小狗啊 哎 哎 是我说 哎 小狗啊 你可是出了名的仗义小狗啊 啊 既然仗义啊 那就要配合803 知道吗 哎 你要听姬爹的话 你明白吗 啊 哎 你你 你听着吗 哎呀 我听着呢 你知道吗 知道了 嗯 丁警官 谢谢你陪我抽烟啊 我愿意交代 我什么都交代 人 是我杀的 啊 不不不 不是我杀的 到底是你杀的 还是不是你杀的 嗯 是我失手 杀害了姬妈的 怎么失手了 你是怎么杀害姬妈的 请你说的具体一点 二十四号上午 我给姬妈送羊腿去 姬妈 哎 哎呦 是小狗来了 哎 妈说你喜欢吃羊肉 叫我送只羊腿过来啊 哎呦 这怎么好意思呢 来来来 快进屋进屋 晚点太冷了 哎呀 小狗啊 嗯 一会你表姐捐花就要回来了 你吃了午饭再回去吧 啊 呃 姬妈 吃饭不要了 呃 我想问姬妈借点钱 嘿嘿 什么 借钱啊 哎 哦 小狗啊 你要多少钱呢 呃 这样吧 姬妈 给你五百 啊 哎 等等啊 姬妈 姬妈 你把我当讨饭叫花子了 这孩子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那你说 你想要多少呀 不多 五千 哎 五千 哎呦 这姬妈哪来那么多钱呢 哎 你有 听我妈说 你有五十万呢 这 哎呀 那钱呢 是我养老房老的 还有啊 要给你捐花姐 办嫁装 哎呦 这钱 那是绝对动不得的 哎 哎 姬妈 今天你借也得借 不借也得借 哎呀 你这孩子 我跟你说啊 你叫我一声姬妈 那我就给你五百 那也是我自己省出来的 哎呀 我说你呀 也老大不小了 整天都不读书 不工作 东光西光的 我就是有钱借给你 哎 你还得起吗 这不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啊 你这老太婆罗 若瑟 你教训我 你 我就会问你一句 你接不接 你 哎 小狗啊 你 我我我我就是不接 你想怎么样 你 哎呦 你 你敢推我 我 我敲死你 哎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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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不接 哎 你 你 你接不接 你接不接 这 这 这 你 你 你不吭声 撞死啊 喂 喂 醒醒 醒醒 起妈 你别装啊 起妈 起妈 死了 是我失手 杀死了老鸡妈 我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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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小狗 鸡妈死了 你又做了什么 我 我做了两件事 哪两件 我 我害怕呀 我怕表姐一回家就会发现死人 所以我把尸体放到床下的抽屉里 还有呢 呃 我从我从那个舞蹈处里拿了一万块钱 然后然后我就我我就逃了 那当时你杀鸡了吗 鸡 什么鸡 哦 没啥没啥没啥 那好我问你 那只羊腿放在哪了 呃 放在那个墙角边上了 你掐死鸡妈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没有啊 那你有没有去找五十万元的存折 呃 没有啊 哎 小林大 嗯 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问 没了 明白了 苏小狗 请你在笔录上签名 呃 啊 呃 警官 好了 呃 给我戴上手铐吧 啊 嗯 走吧 走吧 叫我走 嗯 警官 你开什么玩笑啊 我是杀人犯呢 叫你走你就走 走呀 哎 我 我不走 哎 你你帮我靠起来啊 哎 靠我呀 要靠你的时候自然会靠你的 你急什么 呃呃呃呃 你赶快去奔丧吧 抓紧时间多磕几个头 我不去 哎 我不我不去 哎 要不我们陪你去奔丧啊 啊 你们到底什么意思啊 呃 我都昏头转下了 我 我彻底糊涂了我 我 小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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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回来了 哎呦 小狗 小狗 你过来 小狗 你 你怎么回来了 是他们逼着我回来的 你 你没有配合八零三 我配合了 我什么都承认了 我 我不相信 那是你的事 你 你 你不证 我答应的都做到了 哎 乔警官 丁警官 你们找谁啊 俊华 嗯 我们找你爸爸 我爸 嗯 哦 爸 啊 803找你 你是杜强生吗 我 我是 杜强生 你被捕了 这是逮捕证 请你在上面签字吧 我 我犯了什么犯 啊 是你杀害了 娟华妈 哎 你们搞错了 娟华妈不是我杀的 是 是狗子杀的 狗子呢 狗子呢 狗子 你快承认他 狗子 我 我 我早就承认了 他们不相信呢 你再说一遍啊 狗子 是我杀害的 是我杀的 是狗子 这是你的逮捕证 你伪造罪证 包庇犯罪嫌疑人 现在应该给你戴手铐了 啊 这 这话 这话 爸爸是冤枉的 爸爸是冤枉的 你快救救爸爸 啊 警官 我是犯罪嫌疑人的女儿 也是受害人的女儿 我能够提几个问题吗 当然可以 如果 是我爸杀害了我妈妈 他早就应该把尸体处理了 没有道理放在床下的呀 你爸爸把你妈妈放在床下 那只是权疑之计 本来他想在晚上把尸体处理掉 哪知道你回家了 亲朋好友都被你惊动了 人们都以为你妈妈被绑架了 所以五天五夜 你家里就没有断过人 你爸根本就没有处理的机会 不对 我爸爸二十三号就到青埔去了 是我二十四号下午打手机 把他叫回来的 你又错了 你爸爸二十四号早上就回家了 养育的金大叔来了吗 不计你可以问问他 我 我 我没有说过杜老板回家 金大叔 你别紧张 绝华 你们家的远亲邱和桑看到你爸二十四号早上在银行提款 我们请当地警署的警察到工商银行核实过 二十四号早上十点零五分 你爸爸的确在银行领走了五万元现金 存折是你妈的名字 你爸爸拿着自己的身份证和你妈的身份证踢走的 这是提款单上你爸爸签名的复印件 不 这也不足以说明我爸是凶手 我的表弟小狗他已经承认我妈是他杀害的 小狗是被你爸收买了 你爸利用小狗讲江湖义气的弱点 利用小狗不满十八岁 不会被判死刑的法律界限 用重金收买了小狗 我没有收买小狗 我没有收买小狗小狗 小狗 你说你说话呀 我没有被收买 我们传讯过苏小狗 他一面承认自己是凶手 一面又漏洞百出 雪华我问你 你回家的时候看到一只母鸡被杀了吗 是的 母鸡已经杀了 但是苏小狗说你妈还没有杀鸡就遇害了 死了的人还能杀鸡吗 苏小狗又说他把羊腿放在墙角边上 可现场勘查 羊腿挂在卧室的窗外 这说明有人清理了杀人现场 还有你妈手里握着一颗钮扣 但是苏小狗说他没有看到 更为直接的证据是 我们请当地警察署依法搜查了苏小狗的家 在苏小狗的枕套里发现了三万元现金 这现金封条上的印签是工商银行的 这就是说你爸把领出来的现钞给了苏小狗 你说他干嘛送钞票给小狗啊 还有我们在苏小狗的枕套里搜出了一张保证书 保证照顾姐姐姐夫 保证为姐姐姐姐夫养老送终 保证人是杜强生 警官你说我妈手里握着一颗钮扣 那是谁的钮扣 是我爸的吗 钮扣不是你爸爸 但是钮扣上有你爸的指纹 请问 那是谁的 谁的钮扣 钱花 钱花 你别问了 不 钮扣的事我们也可以交代一下 这钮扣是方阿毛衣服上的 是方阿毛帮你妈妈捉鸡的时候掉下来的 当你妈妈要把钮扣送还给方阿毛的时候 你爸爸从青土回来了 你爸爸杀害了你妈之后 把钮扣放在了你妈妈的手里 目的是陷害方阿毛 至少转移我们的侦察视线 但是他聪明反被聪明误 钮扣上留下了他的指纹 爸 爸 你说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钮花 钮花 爸 我对不起你 我对不起你妈 我对不起小狗 我也对不起方阿毛 爸 你为什么要伤害妈妈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呀 闺迷心窍 你说呀 你说你为什么 我在青土输光了钱 为了拿钱去翻本 转里都没有现金了 我要你妈拿五十万的存折出来 她死活不肯 我输了钱 心情本来就不好 我一气之下就掐住你妈的脖子 我没想到我用力过度 她就被我花花掐死了 我不是故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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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花 我命之后 我会 ont棒子 你 我不行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